有鉴于美国国家卫生院调查发现 高达86%的癌症患者会在癌症治疗期间 明显感受到身体虚弱与肠胃不适等多种副作用 日本健康科学研究所特别联手国立琉球大学育业者 共同开发出重症保健品康复利 可帮助患者减轻放化疗副作用 日本康复利和早糖胶主要是在日本的冲绳大学 也就是琉球国立大学 以及日本的研究所去开发如何帮助癌症病患在治疗期间 能够有效地降低它的在治疗期间的副作用 以及在肠胃吸收上面的这些营养补齐 跟市面上一些的重症补充品的差别是在于 它是针对于肿瘤细胞 也就是身体上面的这些坏细胞去做凋亡的作用 我们常看到就是在癌症病患在化放疗期间 第一个是它的营养吸收的减轻 减低 所以对于这些体重容易下降 然后蛋白质的摄取这些没有办法补强 康复利含有市面上最高含量的多糖体的赫藻糖胶 它对于肠胃道的补强 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免疫系统的提升 它能够直接去运作 那对于肠胃道的补强方面 我们另外也添加了这个肠命草 那这是市面上唯一使用琉球大学的研究配方 此外 康复利华人市场经理还说明 重症保健品康复利内含高含量的多糖体成分 并搭配最高含量的赫藻糖胶巴西蘑菇长命草 可帮助活化身体免疫力 加强肠胃营养吸收 来提高病患的康复机会 康复利有三种主要成分组成的 那第一个是赫藻糖胶 我们的赫藻糖胶取自日本冲绳的海韵 跟北海道的昆布板根 那这两种的成分主要是针对于 诱导癌细胞的凋亡作用 跟抑制癌血管增生 那诱导癌细胞凋亡 主要就是加强肿瘤的代谢能力 那抑制癌血管增生 也就是去截断癌细胞的营养补给 防止透过血管增生 造成这个扩散跟转移的情况 那第二个成分是巴西蘑菇 那巴西蘑菇主要是在加强身体里面的 这个自然杀手细胞 NK自然杀手细胞 T细胞的这些活性 那第三个成分是冲绳的长命草 长命草本身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 它可以加强身体抗发炎的这个作用 那同时间它也可以在肠胃道上面 去帮助这个肠胃的吸收跟补强 康复利使用的这个外面的这个胶囊壳 它的胶囊壳是从蔬菜纤维去萃取的 所以这个技术上面也是给很多服用人 他本身不吃肉就是素食主义的 也可以在使用这个康复利上面没有顾虑 强调重症保健品康复利是市面上唯一使用 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所研发的复合配方 且其中的多糖体含量与纯度 是一般抗癌补充品的1.5倍 排名市面上最高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来电索取案例和功效手册 康复利手册以及试用品 我们的电话是626-866-1558 626-866-1558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 这个材料就带下来电话 手用车画费一 简易真 peel 感谢观看